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Brandon毛巴 今天來到第三天, 其實最主要是參加了這個旅行團 就是去高山和白川鄉 大家不要走開 又來到一大早 這個位置我就太熟悉了 因為昨天我也是來明鐵四樓坐車 今天都在這裡集合, 同一個地方 不過他們集合真的很早 8點10分, 即8點2, 就直接上車 所以我們都不敢怠慢, 7點9就到了 因為晨早漏漏, 7點多, 媽鬼都未吃過 所以過了旁邊的咖啡店, 就買些東西填一填個五藏六虎 買了一個三文治, 也不錯 還有一杯飲料, 讓我們上車慢慢吃 大家看到這個三文治, 當然不是什麼豐富的早餐 但是填一填飽過肚子, 12點吃午餐 可以捱到的, 就這樣 吃吃下, 就看到很多鴨仔團 一直走過去集合 在上車之前, 我們已經畫好所有位置 所以是完全不用欠位的 他都會很貼心地問一句 我們懂不懂日文 如果不懂日文的話, 他就會找一個講英文的導遊 就會跟車 講解都差不多了 一開始就是日文的講 之後就會轉英文的講 大家可以聽聽他的英文質素如何 完全沒有想過, 一個日本的導遊 都可以這麼好英文 他完全沒有錯 所以這次的講解真的不錯 有講有笑之下, 就過了一個多小時 導遊可能怕我們腳坐得不太舒服 所以讓我們落地, 鬆一鬆筋骨 這裡的展望台, 風景也不錯 我們就拍了一些照片 當然, 導遊也有一點心理準備給我們了 就是過了這個展望台, 下去20分鐘左右 之後就要再坐一個多小時的車 才到目的地 千丁萬足我們 來到這裡, 一定要吃個雪糕 超香滑的牛奶味 叫我們要試一下 當然, 毛媽最喜歡吃雪糕 一定會去排隊 350日圓 都算是一個正常的價格 所以我們想都沒有想, 就會去排隊 買了出來, 擠得好漂亮 不過毛媽吃了一口之後, 就說太鬆了 給我吃了 好難得一個雪糕大魔王放過雪糕 府到處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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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不過順代一提, 這個廁所呢, 大家一定要去 我完全沒有想過, 在一個公廁裡都會暖水洗手 之後呢,呢, 就在哪裏急剩下 這個旅遊巴呢, 去到每一個景點之前 都會發放一下ゲ Prince的資訊 他就會講解一下高山的歷史 有什麼人在那裡住 曾經做過什麼 有什麼很出名 就全部在這個電視上看到 順帶一提 超級貼心 全英文 來到高山 大概11點左右 你看到毛媽在前面 帶著一個紅色的背囊 就在一個招式那裡找食物 這個招式 店舖未必是天天都開 所以你看到 我就覺得好像酒鬼檔一樣 我有個朋友 上個星期才來過 他有些店舖我今次都看不到 所以店舖未必開得齊 來到第一間打卡位 這個布甸 我朋友說超棒一定要吃 毛媽馬上賣 但是買完就離開了 你看看他 完全沒想過他買完不是馬上吃 所以他馬上轉向另一個地方 就說要吃飛駝牛 很辛苦 走到街尾找到這個叔叔 這個叔叔和我朋友吃的間是一樣的 所以他今天幸運又開店 告訴他想要一吋 右手邊這個雪櫃 就是牛 幸好最後三吋 如果遲一步我老婆吃不到 我想我都很麻煩 雖然我們在路邊攤 但你見到叔叔 都會烘一烘這碟 之後在旁邊再燒一燒牛肉 因為很可能 燒完牛肉之後 落了一隻冷的碟 會影響牛肉的新鮮程度 燒了不是很久 燒了四邊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到我們走了 吃呢 覺得很棒 所以一定要試 而這個招式 就是靠著河邊 我們就會看著這個景 慢慢吃牛肉 真是不錯 看著這個風景 我覺得自己好像去了京都一樣 因為我曾經去京都 又是坐在河的旁邊 我想坐了半晚 真的很舒服 毛媽就馬上急急 走回頭 就說還有一條大街 是未走的 在中途 看到這個Sake軟雪糕 亦都忍不住 賣了 你看擠得多漂亮 多滿 真是很淡淡的米酒香 所以 是真的挺正的 350日圓 即是二十多元左右 是絕對值得吃的 因為我們逗留的時間 大概有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就來到這條 這條是主要的街道 你看到左右的屋 真是很漂亮 每一處都是一個打卡位 真是太正了 我住在這裡住幾天都真的 參加這個旅行團 他又派了一個地圖給我們 那地圖又說明 哪幾間店舖是必行的 以及有什麼行的 地圖就是在這裡 其中一檔就是吃大福 一走進去店舖裡 他就用了很多不同的水果 包住了糯米池的東西 由於毛媽在第二間店舖排隊 就是他 我自己去買 我就買了兩隻喜歡吃的水果 那就回去匯合他 看見這些包裝 都覺得日本東西 永遠都是這麼漂亮 雖然我只買了兩個大福 他也有一個紙袋給我的 我們在第二間店舖排隊的時候 就開始吃這兩個大福 這個大福是菠蘿味的 我覺得裡面的菠蘿 真的很汁 很多汁 但是外邊那個 就一般般 另外一個就是芒果 我覺得 沒什麼特別 就好像長洲不一定要吃大福 上來高山的重頭戲 就是這一間 專門吃非堂牛的壽司 幾大都要排 排了差不多三四個字 在門口那裡 他有說明自己只有四個菜單 A B C X 還有有和牛證書 說今天買的是第幾級的和牛 終於排到我們了 我們試了兩個 一個就是最美的和牛 就是這一個 兩件 另外一個就是沒有那麼美的菲蘿牛 再加多一個就是免子菲蘿牛 再加一個蛋黃 為了減少垃圾 真的要讚一下日本人 他用一個蝦餅來做碟 我們吃完蝦餅 經過一間釀製Sake的店 他竟然做了芝士蛋糕和包 馬上要試 芝士蛋糕就沒什麼特別 但這個包真的要試一試 他好像拿酒租來做麵包 情景正 當然 這麼喜歡酒的我 我走過就買了兩支Sake 回來香港 和朋友一起喝吧 清酒好喝的 但熟酒一半半 手時就是美德 所以趕回去集合吧 上到車才發現 我們的布甸仔還沒吃 哈哈哈哈 想不到 這個布甸到最後我們回到酒店才吃 因為我老婆說 要留肚子 我們的午餐就是包了 在這個屯廢裏面 我們就去了一間高山上的酒店 吃一個泡妃的 完全沒有想過 這個自助餐也有很多食物 你說得出的也有 挺棒的 如果你問我好不好吃 這餐飯沒有什麼味道 真的特別好吃 但選擇真的很多 你一定吃得飽 以一個午餐來說 雪糕都有四個不同的雪糕的味道 讓你選擇 其實真的不錯 茶、果汁 很多 慢慢喝 他的時間都遇得挺鬆動 你看到我們就選了狗公格 我就一碟 毛媽就另外一碟 我們就吃完 就馬上去樓下的手信店 繼續買 旅行團就是這樣 又要上車 坐一個多小時 我們就會去到白川鄉 這一程我和毛媽 是奮足全程的 不過他們真的很貼心 首先拿著旅遊巴 去到遼望台給我們 先拍照 我們看一看白川鄉的全相 現在真是綠油油 好舒服 平時我上網看白川鄉都是看雪景 現在看綠色的 別有一番風味 拍攝完全景 他就在村裡放下了我們 我們就開始慢慢走這條獨木橋 就過去了 其實算不算是獨木橋 或者是一條吊橋 他千叮萬燭我們 這條橋是會搖的 所以要小心走 走到中間 真的搖得挺厲害 毛媽都叫了出來 話說我們剛剛在旅遊巴 已經看了一個攻略 他說這個就叫合掌村 或者是一個合掌造的方法 左邊和右邊有兩邊很厚的和桿草 就好像我們雙手合十 導遊姐姐也說 因為合掌造的一些屋 都是比較少的 你看到左邊都是正常的平方 右邊那個才是合掌造的屋 還有導遊姐姐也說 這些合掌造的屋 是完全一顆釘都不會用的 他只會用木和木之間的裝嵌來裝實 他到現在還做到 屋和屋之間有些田 去耕作 真是一個很舒適的環境去居住 當然旅遊區也有些小店去買東西 例如這個賣汽水 我覺得就很有特色 在這裡買完汽水 就可以過去旁邊 這裡坐下來慢慢喝 還有也有些手信去買 這個位置像不像櫻桃小丸子和爺爺一起 看著風景在這裡吃的串燒 真是很棒 可能不是白川鄉的熱門旅遊季節 所以暫時人都很少 走得很舒服 跟香港的上水、沙田等 簡直是蚊比和牛比 跟著走過一個花叢 我老婆說這個菊花超大 你看看它放了一隻手 很漂亮 種得很好 亦都很慶幸 遊客是沒有摘下它 拿回上旅遊巴 你知道很多旅客都會破壞地方 我們這個旅行團 就可以參觀三間屋的其中一間 我們就參觀了這間和田家 它有幾層的 我們就開始慢慢在這裡看 哪裏是廳、哪裏是房 這裡就會有一個地圖去看完 樓下是廳和房 這裡就會有個角樓 還有樓上有他們做些蠶蛹、蠶屍的地方 當然沿著這條樓梯走上去 最好看去到二、三樓當然是風景 我也特意拍一拍風景給大家看 除了鳥乳花香這四個字 我真是I can't find the right word 忍不住 不好意思 繼續說 不過我也很厲害 我找到白川鄉的一個小漏洞 就是我找到它原來真的有用釘的 在最後回到這裏 這條小橋 是真的有裝到一粒一粒釘 傷死了一條小橋 因為白川鄉所有的店鋪 5時就會關閉 所以我們5時3集合 剛好讓我們去廁所 有個小突發事件 就是這裡前面原本是廁所 1到5時01分 不知道為什麼 毛媽開不了廁所門 然後我們特意再走多一個圈 走一個圈出來 我就說毛媽你再試試開 開不開到 他又開不了 原來到最後 是叔叔在裡面推著這門 他不知道 去完完所有checkpoint 我們當然是回程 回程的時候 導遊姐姐超級好 還問我們要咖啡還是茶 還在UCC的咖啡 不過喝一下去到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這個 倒是那句 導遊姐姐真是超級貼心 帶了我們到這裡 就鬆一鬆筋骨去廁所 走一下看看東西 讓我們不用連續三個小時坐車 那麼辛苦 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自駕遊的話 一定在這裡留年忘返 有個food court 雖然不知道食物好不好吃 旁邊也有一些買手信的地方 還有最重要 毛媽抽了兩隻很滿意的扭蛋 分別就是左邊 女仔心形美的比卡超 還有右邊 中了十萬福特 不過都是敵不過 車太震了 回到市區 去了那麼多日 日本都沒吃過拉麵 所以我們去了一蘭 普遍拉麵店 都有的 按飛仔機 然後 就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去找位 這裡 誰是空的 就走過去坐就對了 還有它在樓下畫上圖片給你 你就不會不知道廁所在哪裡 真的很方便 入到去坐 就是一蘭的典型自修室桌 左邊有個水龍頭給你喝水 還有它有中文的 要麵的軟硬度 要不要叉燒 要什麼蔥 要多少蒜頭 要多辣 全部都可以選擇 其實跟香港食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這張字 是雙面印刷的 所以如果你反過來後面 就可以追加一些東西 譬如說 要不要多些叉燒 多些蔥 或多些辣醬 都可以選擇 交了單母一會 其實麵就已經到了 我所有東西都是圈中間 它自己覺得是最好的味道 記得記得 先喝一口湯 之後才把辣醬混合來喝 左邊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水喉 就是可以喝的冰水 還有它的湯底 是廚師用了很多心機去熬 所以我一定會喝光 每次吃到拉麵都會喝光 除非太濃 雖然說我在福江整天吃一蘭 但也有一個小蝦 我加了一隻蛋 最初它是叫溫泉蛋 我就不以為易 以為是放在拉麵裡面 誰知道 它真的是一隻普通的溫泉蛋 還要我自己剝殼 哈哈 今天就差不多了 之後我們就回去酒店休息了 先賣個關子 Day4我們會去大衰 和Eon Mall 記得Subscribe 遲些繼續看 Bye Bye